关心天下大事一轮财分生 大家好我是百年 不知道你注意过没有 2021年在中国不少城市的大街上 新开了这样一种商铺 这些商铺面积虽小 却装潢时髦 现代 乍一看像是卖数码产品的 可是却没有标注某某数码 某某手机的字样 让人一时间摸不到头脑 不知道他在卖什么 直到你打开手机 搜索店面的名字 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卖电子烟的 有关电子烟的新闻 两三年前曾一时霸帮网络 罗永浩 陈冠希为他站台 数家企业赋美上市 市值一度高达千亿 可是此后 电子烟又突然销声匿迹 直到他以街边小商铺的形势 低调而又密集的回到人们的视野 期间 电子烟行业究竟发生了什么 不知不觉中 当身边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抽起电子烟时 这个极具争议 又注定暴力的行业 又是怎样悄悄入侵人们的生活的 今天 百年就来带你一窥电子烟行业 背后的资本秘密 和原产次美洲的烟草不同 电子烟并不是什么博来品 2003年 一个中国品牌生产了 世界上第一支电子烟 至今不足20年 拉开序幕的这个中国品牌 叫做如烟 就如它的名字一样 如烟的诞生 颠覆了整个烟草行业 让巨头垄断的烟草市场 未来看起来扑朔迷离 但它也如一阵烟一样 迅速升起又迅速消散 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般 和后来的逐利者不同 如烟诞生的初心 其实并不是为烟草市场添一把火 而是为了让人舒服的戒烟 发明它的人叫做韩力 是一名中国药剂师 和很多成年人一样 韩力在步入社会之后 深感生活的压力 烟抽得越来越凶 就在这时 父亲因吸烟患癌的消息 让他产生了戒烟的念头 但戒烟是一个无比痛苦的过程 韩力尝试过尼古丁贴片 但每天晚上 当他把贴片贴在肚子上的时候 却总是浑身冷汗地从噩梦中醒来 戒烟失败了 作为药剂师的韩力在想 有什么办法可以既保留爽感的同时 又能降低吸烟的危害呢 于是他尝试使用高浓度尼古丁溶液 作为烟油 并采用发热电阻丝为热源 就这样设计发明了世界第一款 基于尼古丁的电子烟产品 同时 韩力还设计了高中低微弱 四种型号的尼古丁烟蛋 通过逐步降低尼古丁含量 帮助人们摆脱对香烟的依赖 一年后 也就是2004年 韩力将这款轻注了自己心血的产品 命名为如烟 并顺利将产品量产 在那个中国人人均年收入 还不足万元的时代 如烟的定价是599元一支 最贵的烟斗型产品 则高达16800元 俨然是一副奢侈品的姿态 如烟对电子烟用户的定位是 中年烟民 有钱 有品位 如烟进入市场的最初 围绕着戒烟功能大肆宣传 并念出那句奠定了品牌基调的广告语 执行关爱 如烟 是不是听起来很有中年人的色彩 如烟出现后 电子烟无明火无焦 有无二手烟的优势 迅速颠覆了人们对于烟草的认知 使得它仅用了7个半月 就销售了2.3亿元 电子烟技术 似乎即将在传统烟草市场中 掀起一阵风暴 但遗憾的是 电子烟是不是真的无害呢 并不是 只不过如烟的广告对电子烟的危害闭口不提 2006年 央视曝光如烟戒烟效果造假 著名打假斗士王海 也皮挂上阵 控诉如烟产品本身有害 涉嫌欺骗消费者 国家烟草专卖局则对多家媒体表示 如烟的宣传涉及失实 并有为科学理论 并要求管制电子烟市场 在被舆论控诉之后 如烟的品牌价值一落千丈 公信力瞬间跌到低谷 绝境之中 韩利把如烟的销售重点 从国内转移到了消费水平更高的海外市场 这次转移给如烟带来了短暂的翻盘机会 如烟进入欧美市场之后 新奇的电子烟引发了诸多好莱坞明星的关注 通过明星传播 如烟迅速打开了销路 在成立的第三年 也就是2007年的这一年 如烟全球年销售总额 冲破10亿元 销售量超30万只 同年 它还以三龙国际的名义 在香港成功上市 但如烟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 2009年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 对电子烟下达了全面进口禁令 这道禁令直接封死了如烟的活路 同时 如烟企图通过申请世界专利来保护产品 但迟迟审批未过 导致海外模仿品不断出现 这一年 如烟亏损高达4亿元 此时的如烟里外不是人 国内市场遭遇名誉风波 国外市场又被封杀 从此走上了下坡之路 最终 在2013年 如烟被全球第四大烟草公司 帝国烟草 以7500万美元收购 在创业圈里有这样一句话 快一步是先驱 快三步是先烈 韩利和如烟固然发明出 世界上第一款电子烟产品 但是市场还没有完全做好 接受电子烟的准备 就在如烟被收购的前一年 美国两家烟草企业 向法院起诉FDA的进口禁令 FDA败诉 美国电子烟市场重新打开 但如烟再也没能东山再起 如烟虽然倒下了 但资本却看到了电子烟市场的巨大蓝海 飞沫国际 英美烟草 帝国烟草 日本烟草 四大国际烟草巨头 开始通过收购的方式进入电子烟市场 考虑到生产成本和制作经验 这些巨头纷纷把工厂放在了中国的制造中心深圳 据2014年纽约时报的统计显示 以深圳为核心的电子烟供应链 生产了全球市场九成产品 总产量已经超过三亿只 而大批量的海外订单涌入 也刺激了中国工厂技术飞速发展 而他们将成为国内电子烟品牌 重新崛起的重要基石 就在如烟被收购的第二年 也就是2015年 电子烟以欧美潮流文化的形式 重新进入中国 深圳也开办了第一届电子烟博览会 刹那间 国内电子烟品牌从如烟一家 一下增加到400多个 只不过如智能首级诞生前 华强北的山寨杂牌军一样 此时太多国产电子烟品牌 没有内涵 没有营销 没有推广 以为海外巨头代工为生 数十家电子烟代工厂 甚至挤在深圳 一个不到一平方公里的 小小科技园内 以家庭作坊的方式来生产电子烟 中国电子烟品牌化的道路 直到2018年才开始 这一年 美国烟草巨头 阿尔特利亚收购硅谷电子烟品牌 GUL35%的股份 使得这家公司的估值 一度高达380亿美元 这件事让中国资本看到了电子烟品牌巨大的增值空间 要知道 彼时在深圳 电子烟创业门槛低 500万就能收购一个品牌 5000万甚至能够拿下头部品牌 随着资本的涌入 诸多国产电子烟品牌 从海外代工重新转向聚焦国内 其中跑在最前面的品牌 当属越克 越克创始人汪盈 曾是优步中国区高管 嗅觉敏锐的他选择了电子烟进行创业时 第一时间找到了掌握核心制作技术 电子烟雾化器制作工艺的深圳公司司摩尔 来为越克进行代工 在越克诞生之前 国内的电子烟产品以开放式为主 俗称大烟 热量高 体积大 但使用不方便 而越克则采用了更便于携带的小烟技术 通过与司摩尔的合作 越克的产品第一时间搭载了行业最先进的陶瓷雾化芯 和尼古丁烟技术 这种技术产生的蒸汽量减少 不会过度刺激喉咙 被认为相对健康 却可以像真烟一样 让尼古丁被血液吸收 缓解烟瘾 除了搭载新技术 越克在产品设计 包装 营销上也下足了功夫 与如焉不同 越克将目标客户定位在追求时尚的年轻人 为了迎合年轻人的审美 越克采用类似苹果手机的极简工业风来进行包装 同时还推出了水果 汽水等新奇口味 据报道 当越克推出第一款产品时 当时电子烟行业平均的包装成本是两块钱 而越克足足用了13块钱 还配上了长达9页尺的产品说明书 完全颠覆了烟民对于电子烟粗糙简陋的第一印象 在中国电子烟这个赛道 越克可谓是占尽了先机 从创始人汪盈决定入局 到越克推出第一款产品 仅仅用13个月 如此雷厉风行的创业速度 要得利于电子烟产业代工模式的盛行 新品牌可以依靠成熟的代工厂节省成本 缩短产品研发周期 2018年 越克创业第一年就卖出了50万个烟杆 590万颗烟蛋 收入1.33亿元 一个企业创业第一年就营收过亿 如此诱人的前景 吸引着主力的资本们像鲨鱼一样急速涌来 一时间电子烟行业掀起了万烟大战 只能以疯狂来形容 小野 雪茄 柚子 摩迪等新品牌纷纷涌现 让消费者眼花缭乱 而他们背后的创业者 有来自互联网的高管 有从业多年的工程师 甚至还有微博网红 五话八本 2019年 也就是越克成立的第二年 万烟大战如火如荼 例如原新东方讲师 曾创立锤子手机的罗永浩 也瞄准了电子烟这个赛道 并成为电子烟品牌小野的合伙人 但罗永浩不愧被称为是行业名当 2019年11月1号 老罗刚转发一条微博 打算高调宣布小野电子烟 在京东预售时 20分钟之后 政府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 免受电子烟侵害的通告 要求不得通过互联网销售电子烟 不得通过互联网发布电子烟广告 这一禁令 基本宣告了小野等电子烟品牌的死刑 2018年以来 为了实现快速扩张 大多数电子烟品牌玩的都是一套 轻资产的打法 表现为品牌方负责把控营销和销售环节 而把研发生产这些有技术 需要资金的重活累活 一揽子外包给代工厂 在这种情况之下 线上营销和销售 就成为了一个品牌 是否能够存活的关键 然而随着政府禁令的出台 电子烟品牌们 线上扩张的道路被彻底封死 剩下的就只能花重金开拓线下门店 于是电子烟行业也和共享单车 网约车一样 随后衍生出一场经典的烧钱大战 不得不说 作为互联网的正规军 前优部高管汪精 对此种烧钱大战得心应手 就在禁令颁布的同时 悦客启动新零售361计划 宣布将在未来三年 累计投入6亿 开拓1万家悦客线下门店 悦客的竞争对手柚子 也玄计放出万店计划 宣布为每位店主 提供最高118万的开店补贴 此种烧钱大战 比拼的就是谁的财力最为雄厚 其间会有大量小品牌被淘汰出局 根据天眼查数据显示 仅2020年上半年 就有1800家电子烟企业被工商注销 与此同时 伴随着烧钱大战愈演愈烈 资本的贪婪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为了获得新客户 电子烟品牌们 开始将店铺开到年轻人的身边 比如大学城 电影院 网红街附近 甚至还出现在小学门口的小卖部里 另据2019年新华社的报道 我国使用电子烟的人数已经达到1000万 其中15至24岁年龄组的使用率最高 那些曾经标榜社会责任感的电子烟品牌 最终没有让多少人真正的戒烟 反而打着时尚潮流的品牌 成为年轻人的第一口烟 电子烟 此刻终于显露出它的原罪 中国电子烟行业发展到今天 商业格局似乎大距一定 行业领袍者月克 如今占据着近八成的市场份额 而小野和柚子等公司 分时剩下的两成市场 此外还有大量小公司命悬一线 即将被扫地出局 然而真正能够颠覆行业的监管重锤 还没有到来 就在2021年3月22号 工信部发布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的决定 在负责中增加一条 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 参照本条例中 关于卷烟的有关规定之行 未来 电子烟行业如果完全参照卷烟进行管理 品牌商们将会迎来两个致命打击 一是重税 二是专卖 根据中信证券推算 国内传统卷烟的整体税付 占终端零售价的62%左右 这也就意味着 如果电子烟按照传统卷烟征收重税 电子烟价格将被迫上浮两倍左右 此种价格冲击 不是年轻的电子烟消费者和品牌商可以承受的 除此之外 如果国家针对电子烟实行许可证制度 并让各地烟草公司加入到行业竞争当中 那么 凭借着传统烟草公司 遍及全国的生产和零售渠道 到时候 即便是行业龙头越克 也将难以抵挡国家队的入场 当然 回过头来看 电子烟行业被严格监管 总是好事 在资本的怂恿下 如今的电子烟产业 已经从戒烟的初心 一化为年轻人的第一口烟 社会已经不再能容忍 电子烟产业继续野蛮发展下去 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 随着监管重锤落下 那些贪婪而又疯狂的资本 终将迎来他们的末日 而电子烟也真的有可能回归他戒烟的初衷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别忘了关注百年说正经 关注后续更多精彩内容 我是百年 我们下期见